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V赞 我已经带来的全黄的游户风云再起 2017修正版的时光队战结束 这场比赛有一步的占天成 对而非的消失 先看一下这场 精彩队决双方三万军角色的 响三比赛 OK 我把反其量队战为一次 强转打中 应该是没了 占天成率先拿得第一回合的胜利 那三万的话对吧 完全看运气啊 而且那一方如果随机到库拉 那绝对对吧 不多提了 打破平衡 看一下这手 突然率先找到一波机会 好 下火 哎呦 秀起来 空中造了提 但是这手连弹没有积蓄 没关系 灯神 啊 不是什么灯神 反其量这手裸弊出现大问题 不好意思 窜台了 窜台了 看一下这手 展现场这边的雷萌 这手下一找到机会 哇 带走雷啊 这一套 好痛 那好吧 伤害差一点点 这带不走啊 如果接那个指定头成杀是可以的 还漂亮 赶紧是高跳躲开对手的红丸头 直接反投 看一下 马克西马对雷萌 哎呦 这手挑C下一箱杀 不亏啊 对于马克西马来讲 哎好 下火雷萌找到机会了 战队城率先找到节奏 那不好意思 秒掉 一分一比零 哇 真快 那看下一局吧 哎 自从是战队城回归以后啊 这个老肖跟小小的比赛就少了很多 对吧 一直是他俩在打 人家在久 又怕什么来什么 不拉登场 但是战队城选择阵中 没有选择手发 可以的 手发迪安娜对游历 战队城这边很稳啊 又没有像老肖一样开局就选择暴走 看来性格还是比较稳健 而就是下边下来生龙取消 但是连段之中开隐藏 变身 但是没成功 连段之后 哎呦 老肖少机会就修个隐藏 可以的 看来战队城还是比较稳的啊 不像老肖是吧 刚开场就直接暴走 战队城比较喜欢在连段剧中暴走 你走了 这个灵二风云再起2017修正版啊 并不是最新版本啊 所以说这个扑拉的伤害呢 依旧暴表啊 来下老肖这边 立眉 哎 这种 哇 掉了 两AB闪身打回针 缺反 真是缺反 哇 秀气来了 窦气的芭蕾舞 咕哩咕哩的 哇 战队城开心起来了啊 哦呦 秀气来 能识歌我不识歌 就是生龙跟你摸 带走 战子第一脚提开 帅气 潇洒啊 潇洒 优雅永不过时 对吧 看一下老肖这边的马戏嘛 这顾拉 哦呦 轻巧两点 强开PC 但是在你脸上站着 我的天 挑衅意味十足啊 但是不给你反扑的机会 杀人猪心啊 太痛苦了啊 1分2比0 来看下一局 看一下双方 依旧是三问 但是每次老肖都能随机到 丽梅啊 好怪啊 感觉跟丽梅挺有缘啊 今天 我怕赛斯对亚迪娜 下招 但是没架成 不好意思 不是跳攻击哟 难受了 一套残两套死 战队城对于伤害的法控 还是得要到位的啊 不让一批残血 或者血条变色 哎 这次 加招下招 哎 哎 哎 看一下 凤凰剑 但是没有找到机会 哎呦 一匹血条变色了 可以秀隐藏了 老肖小心咯 哦 想速中跳A 确认一波 但是没有成 一匹马上被破防 哎 好的 红中赛凤凰剑 哎呦 起身指着狗跳重腿啊 丹天城太想秀隐藏了 攻击三分 要自留七分啊 对吧 格斗游戏嘛 不背对手大猪 是最重要的 好的 这手大猪 哎 还是很难 面对压迪娜的压趾 对吧 但是连段输 哎呦 这手缺乏看一下伤害 好吧 还是那么感人 哈哈 没有什么连段啊 开始隐藏 哦 又可以的 但是老肖 不选择用普通招式 破掉你的隐藏 而是选择卡时机 花个波啊 打断你的隐藏 非常的凶 看一下战天城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K49 K49 是吧 哦 难受了 1345的78 回血还是大伤害 大伤害 一套三两套死 看K49 哎呦 这手跳一页一项 漂亮 但是这手 哇 这个连段时 我没想到 哎呀 战天城 感觉烂 可以穿三 这还应该是够的 哦 好吧 差一次 差一次 哎 可以的 老肖这边 换颜色 直接穿三 一分二比 看一下这局 双方三文又会 刺激到什么样的角色 哎呦 哎呦 好吧 这局双方都有 克斯尚纳 草剃 果断手发 比比 来吧 可以的 这手一看到 对手前冲 点下盘 收龙强开BC 收龙奇远洋 循环以后 Mix大蛇体 一套三两套死 下必点杀 点灰针 还你一套 走 但老肖这边 可以去隐藏了哟 走 说来他就来 拽起 老肖这边 还是赢得第一回合 一瞬间 从这个轻松的 三文的氛围 就变成了 主力战的氛围 非常的紧张 龙龙对空 确认一套 前些重腿取消BC 各种的放针 在那场很稳 也很抖 没动 这手上动大蛇 我看你还敢不敢跳 不敢动了 你不思议 你不动我就投你 对吧 手段 那多的是 对吧 只要思想不滑坡 升龙总比 跳空多 真爽 看一下这手 战队神 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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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漂亮 这手 猜到对手会AB瘦身 一波小跳A的 逆向中断 带走 喵 看着老肖这边 日发输上的角色 威斯 最后一个手底师 是马克西马 哎 怎么局局有马克西马呀 好奇怪呀 怪起来了啊 哎呦 强转 但是打点过高 战队神很懂啊 落地没有强压 避免给对手AB瘦身 或者能量产生出版的机会 带走 很细线 对吧 刚才如果老肖 你预判15 或者急了 没等战队神 落地碰你 你就直接裸AB了 那就直接没 就平常的招式 看似平常 但实际上都有说法 都是细节 其实大部分呢 都是有理由的 这时候直接前大跳 猜到你不敢动 三连顶 反边压制 一拳 哎 没有选择压制 而想封空 想太多了吧 可以的 哎 连段失误 难受 但是好防御关系 问题并不是很大 一分持平 看最后一分的争夺 这把老肖的槽涕 这生龙绝了 OK 这局有个珍稀 战队神 这边有个赛斯 手法果断 都手法可以 没想到 西勇灵溪一点通 来 跳一响空 连续跳A速中 后跳C 对侧前大跳D 可以的 各种的段 看老肖的进攻节奏 被迫放缓进攻节奏以后 看一下珍稀 怎么找节奏 各种接防 但是还是被小跳A 责任一套 看伤害 能否让对手 协调变色 难受了 压力来到老肖这边 隐藏随时准备救续 说来他就来 没有接隐藏吗 好吧 又A顶一下 起身再压 哎 没顶到 可能是故意的 哎呀 这一波想秀隐藏 但是被RB后哨躲开 眼睛全走 听说你想秀啊 想秀别人隐藏 要做好自己被秀的心理准备 看一下这局 战天城 老肖发言了 但是被遮住了 我也忘了说什么了 看一下这种 好的 下一远避 一到BC Next 暗黑地域结了落 我死吧 看一下战天城 这恩迪啊 恩迪的隐藏 伤害感人 啊 走 但是该秀呢 还是得秀 好吧 没秀 是隐藏啊 我也不要秀隐藏的 看来战天城 也开始修稳了啊 毕竟是最后一分的争夺 哦 怎么突然加速 好家伙发生什么事啊 连段失误 没关系 起身中断 做得重 战走 战走 可以的 问题并不是很大 有惊无险 有烟无伤了 属于是 看一下 这种裸A币 绝了 这个裸A币 战天城 这种顶尖高手 开局就直接前前A币 这是谁也想不到 对吧 战走 那压力 还是来到老肖这边 威斧打雷蒙 我个人呢 比较倾向威斧啊 尤其这种风云再起 是吧 你像原版 那你雷蒙被压制 还能交一颗CB 那这不行 果不其然被追AB了 很难受 很痛 但战不走 雷蒙怎么说 跳CD可以的 猜到对手会后跳 想拉开距离 隐藏走吗 来了 该来了 跑不掉这种反杀 有点帅啊 带走 是呢 带来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战天城 这部反杀太帅了